車騎士疑似沒有注意到來車碰得一身 雙方撞成一團 目擊民眾看到後 趕緊報警求助 沒想到警銷貨報到場 臉都綠了 車禍發生後 警銷先是關心商事 並且登記資料 沒想到過程中 竟意外調出一支快篩試劑 而且上頭還顯示兩條線 看到這一幕所有人傻眼 更詢問為什麼快篩陽性 不先提醒 如果有個萬一該怎麼辦呢 不知道如何開口 選擇不吭聲 雖然是後道歉 但歧視的行為 已經讓警銷身處在危險中 因為他們只要接觸到 疑似確診患者 必須做好萬全準備 不只要戴口罩 手套護目鏡都不能少 必須要把防疫做得滴水不漏 本土疫情升溫情況下 執法第一線也傳出不少人確診 因此民眾若有染疫情形 應該主動告知 避免疫情擴大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而新聞南部總和報導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 說新聞給你聽